大家好,我是老柯 大家好,我是小夏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传统习俗 阴婚 近日一位女主播 罗小猫在直播过程中喝农药自杀 本来这件事情上就已经闹得是满城风雨了 但这位女主播去世之后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了 她的骨灰被单地兵役馆工作人员给掉包了 拿去配了阴婚 我原本以为现在已经是2021年了 我们人类都已经可以探测火星了 但是居然还有配阴婚这种事情发生 就实在让人不理解 配阴婚 我查了一下才发现 配阴婚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内 乃至整个华语文化圈 其实都非常普遍 我们现在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阴婚 阴婚又称配骨明婚鬼婚灵婚 正常的人结婚就是两个活人之间喜结连理 而所谓的阴婚则是有死者参与的婚姻 这就说明阴婚其实分两种 一种是死人和死人的阴婚 还有一种阴婚就是死人和活人的阴婚了 在古代的人的思想里面 认为如果生前这个人没有结婚 那死后就会落到一座孤坟 这样对整个家族来说都是十分不吉利的 孤魂野鬼会回家找人作伴 家中就会闹鬼 家人就不得安宁 因此就会寻找一些年轻的女性或者男性的尸骨或者骨灰 将他们配成一对夫妻以保证家族的参审 这就是配阴婚或者明婚的由来 阴婚其实很早在我国就存在了 在阴山时期的甲骨文中就有对阴婚的记载 阴山 阴山 下山周 对 对对 下山周的那个山 下朝之后的那个山朝 但这种行为到周代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先人就已经意识到这不是什么好的行为 就开始明令禁止这种行为了 在周里面就有记载 敬迁赞与家山者 所谓迁赞 其实在周朝的时候是指阴婚的一种 意思是指两个人死了以后 在生前不是夫妻 死后呢 家人为了让他们在阴间不至于太孤单 就把两个人的坟迁到一处合赞 所谓合婚迁赞 这个我觉得能接受 这个你能接受是吧 对对对 就是两个人做个伴吗 这个还好 还好 只要两家人同意 对 其实这种主要原因 就是刚才像你说的 两个人做个伴 不要出现孤坟 后来迁赞的意义才发生了变化 是指把死人的灵鹫 从原先的坟地迁到其他地方 所谓迁赞 我们来介绍第二种 它所谓的迁赞和假山 这种假山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就比较可怕了 甚至有点恐怖 山其实就指死亡 所谓假山 就是指把未婚女子 嫁给已死的男人 最早其实是 因为男女双方都定立了婚约 男女双方定立了婚约以后 男方意外死亡 这个时候女人为了所谓的手贞结 依然要遵照婚约 嫁过去 其实嫁过去结果就是刚才说的 手一辈子活寡了 后来逐渐就发展 就发展到即使没有定 你插一句 突然间觉得 这种情况下男的女生应该不敢出轨吧 后面有一个故事 我会告诉你 就是两个人 因婚以后出轨 或者说是再找新的会发生什么情况 好惨感觉 毕竟对方是有法力的 后来这线习俗发展 到后来就是 即使没有定立婚约 也会为了家里不出现孤婚 大户人家也会找鬼媒认 给家里面死去这位说一门淫婚 就是那种专门跟死人说媒的媒婆 对鬼媒认 就是鬼媒认 这个鬼媒认 其实和媒认是有不同的 媒认只能说活人 鬼媒认只能说死人 就是这俩人不能差 虽然周里要禁止这个陋习了 但是没有禁止得了 一直流传下来 三国时期 曹操就为自己夭折的小儿子曹冲 配了殷婚 就称相那个 对就称相那个曹冲 曹冲十三岁的时候 因为病去世了 曹操很是悲痛 于是曹操为曹冲聘了一名 真性早死女子做媳妇 两人合战配成殷婚的 在宋朝的昨梦录里面 也有记载 凡未婚男女死亡 其父必托鬼媒认说清 然后进行补卦 补得允婚后 就各替鬼魂做明医 举行合婚祭 将男女并补合在 这是宋采 到了明朝 这种行为则就更加残局了 几乎大部分的有钱有势的地主老财子家中 有未婚先王者后代都要为其配上殷婚 这种情况甚至残局到 不关是会偷尸体配殷婚 甚至出现了杀害活人配殷婚这种情况 然后这种情况就一直延续到今天了 我们现在来讲讲 殷婚的一些仪式 其实我们中国人历来就图吉利 会把三世称为白喜 结婚称为红喜 表面上看 殷婚是红喜 但其实还是为死人举办的仪式 其实有点白喜参红喜的感觉 在殷婚的仪式上 其实还是遵照活人的婚礼规范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就是媒婆说媒 这个媒婆就是鬼媒人了 就一定是鬼媒人了 双番父母同意之后 就要请算命先生和声成八字 然后定下聘金 双番交换龙凤铁 由阴阳先生看予一个还道吉日 进行结婚仪式 仪式上 如果两边都是死人 则双番家人持其牌位进行 而如果有一番是活人 则另一番由家人持其牌位和衣物进行仪式 聘礼也和活人不一样 男番下聘 一般是一半货真价式的真货 另一半则是用纸糊成的衣服和首饰 单天 烧的 对 单天晚上这些所有的纸糊的东西 就要在女番家门口烧掉 女番的陪嫁全都是纸糊的 要在排位前陈列 然后烧掉 就到最后一项了 入洞房 还能入洞房 当然可以 可以 就是如果双番信仰都是 那个已经过去了 对洞房这个环节呢 就是排位放一块 放心房里 就完了 而如果是一番死去 另一番仍然在世 也就是所谓的架伤 洞房就比较复杂了 我听过三个不同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呢 比较正常 就是在世的人 只需和过去的人的衣物 在床上过一夜即可了 连排位都不用 只要衣服就在那就行了 衣服用品 也够圣人的 也就行了 第二个就 就才是真正的圣人 比如说 一个男性这边是去世的 那么配阴婚的那个女的呢 就要在新婚之夜 被关进男的的棺材里 和男的的尸体共处一夜 直到第二天公鸡打鸣 太阳生气了 才能被犯床 第三个呢 我还是以男性去世为例 就是在新婚之夜 新娘会被扒光 鬼没任何男犯 家人呢 会将尸体也扒光 然后将尸体压在 躺在婚床上的女子身上 而且必须是面对面压 这一夜 女的不能让尸体 从自己身上掉掉了 否则就是不吉利 两家人都要倒霉 这得多大的勇气 就是一张死人脸怼着自己 今晚抱紧我 但其实这个阴婚的习俗 为啥我会听到三个版本 因为其实阴婚本身 是被官方和道义所禁止的 对 所以没有成 对 其实就没有什么 归家人制度 或者礼仪方面 这种范式是成明文规定的这种 就不像我们现在这种正常婚礼 所以明婚在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朝代 都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所以各个版本都有 这很正常 你们听到不同的版本都很正常 接下来我就要讲点更圣人的东西了 是关于阴婚的两个都市传说 第一个叫做地上的红包不要剪 这个故事是来自一个网友 当然这个网友有可能是我 是吗 网友你好 这位网友小时候很喜欢听奶奶讲故事 他奶奶就给他讲过一个阴婚的故事 奶奶说 在他十来岁的时候 村子里面有一个健壮的大哥 每天工作都是精力充沛 一年到头都不见他生病 身体不耳瓣 吃门门香 不过某一天这位大哥突然高烧不退 卧病在床 怎么看医生都看不见 后来他的家人在他衣服里就发现了一叠现金 再三追问之下 得知原来他不久之前在村口捡了地上的一个红包 红包里就抓了这些钱 还有一些纸条 之后他的家人就根据红包里纸条的线索 纸条上写的字 写了 就寻见了这个红包的主人 这个人是当地一个颇有声望的大家族 家族内小女儿因为被绑架 绑贼就残忍撕票了 十八岁早妖 家人舍不得自己的小女儿 被遭到如此待遇 更不嫌小女儿在阴曹地府还孤身一人 于是便嫌找个人和女儿成英婚 让女儿有个名分 找的方法就是我刚才说的 在路上丢一个红包 如果有缘人捡走这个红包 那这个人就是配殷婚的对象 所以不要贪小便宜 对 地上的红包千万不要捡 有可能是丢衰育 有可能是配殷婚 还有可能你说的 续命 解命的 听到这儿 这个大哥就明白自己是喘了大祸了 捡了不该捡的东西 如果他不成亲 一定会到大霉的 当天他也麻利 就和女方谈成了这番亲事 这位大哥的病 瞬间就好了 很快呢 结婚仪式什么的都办完了 其实这个大哥以为 这就是走个过程 解了自己的霉运就完了 毕竟对方已经死了 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 等风平烂静了 自己再找一个嘛 果然这个大哥后来又娶了一番女子 不过在新婚洞番当晚 怪事就发生了 他俩不管怎么办 就是无法新发 他妻子甚至感觉到有股力量狠狠的将两个人推开 就两个人没有办法亲密接触 对 这个大哥一开始不觉得有个事 心也大 可能就觉得自己单天是喝酒喝多了 累了 也就过去了 而婚后他妻子可就惨了 金蝉夜里面惊醒 惊醒过来 发现自己莫名其妙的 已经掉到船下面去了 有时候是彻夜彻夜的做恶梦 怎么睡都睡不到 白天在家也是心神不宁 心欢气短 在饱受身心折磨之下 两个人决定去附近的庙里面走一趟 到了庙里老婆上一追问才知道 原来当初结婚时大哥并没有询问 因婚女藩家人的意见 也没有让新婚妻子知道自己有因婚这担子事 庙里人都说 这是因婚老婆的因婚出来作祟 惩罚他这个父亲汉来了 最后两个人还是离婚了 这位大哥也没能再婚 最终孤独中老了 其实因婚这种习俗 他现在在我国的山西陕西河南一带 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都还有流传的 尤其是在我们国国的山西陕西河南 尤为兴盛 甚至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有人去寻找遗体 有人算命不挂 有人做鬼没人 牵线打桥 而有人则兜售骨灰和遗体 刚才说网红罗小猫被吊包的骨灰 骨灰被吊包了 那个罪犯的妻子在接受媒体裁判的时候 就说这并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为了赚点小钱 他能说出这种明明人心的话 就可以看得出 配因婚这种事情 在他们看来已经是习为禅的了 好可怜 生前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去世 死后还要被迫嫁人 对 配因婚这种事情 现在我们来看 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的理解 也没办法想象 但它确实是发生在 我们中国这片历史优秀的土地上的 也确实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我们文明里面肯定有好的东西 对 有中华 有糟粕 对 有糟粕 对于我们来说 应该是传承发扬精华 然后摒弃这些糟粕 然后去其糟粕 留其精华 才能使我们中华文化 能更好 更快 更键盘的发展起来 对吧 对 好 今天就到这 拜拜